大家好 我是聖約室會的傑仔 今天很榮幸釋放大聖約室年 我分享一下我在聖約室會的個人點滴 以及分享聖約室的精神 其實我從小小在小學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平日星期六 星期日都會帶我回大堂進行彌撒 通常彌撒一結束 在星期日 第二個主日的時候 我媽媽就會去聯誼廳參加聖約室會的聖約室會 一開始我也沒有去參加這個月會 開始慢慢 當我長大時 我媽媽大概在五、六的時候 我媽媽就帶我一起在彌撒園之後 就會參加聖約室會 在第二個主日的月會 去忘會 我還記得我當時在聖約室會 看到很多一些比較年長的會友 每個人都會坐在聯誼廳裡有說有笑 我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情境都非常溫馨 當我在網門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歡跟我聊天 他們來到就會抓著我跟我聊天 又看到你了 傑仔 很開心看到你 這時候我自己都覺得 立刻會心微笑 在這個網門的期間 我跟很多不同的在路友的聊天 其實他們在社會上都有很多貢獻 有些之前是老師 有些甚至乎是校長 跟他們交談之後 我就不單單開始對聖約室會有一個基礎的認識 更加對我自己人生有一個很好的學習階段 之後我又加入了聖約室會 我當時還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有幸受當時會長的邀請 一起參加成為其中一個幹事 我自己就主責是一個助理師傅的角色 主要是幫助在聖約室會的一些財務上的處理 以及一些工作 自從我參加了聖約室會的幹事之後 我甚至乎不單單可以從一個會友的角度 更加是可以從一個幹事的角度去看整個聖約室會的運作 我又對聖約室會有更多一重的認識 我們的主寶聖約室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沉默寡言的人 雖然他不說話 但他是會默默做事的人 我們這個精神其實有一個俗語說得好的 就是小說話多做事 聖約室就很充分可以表達到這份精神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聖約室會的活動有很多範疇 我們主要平時會有一些探訪長者的活動 這些除了探訪長者活動 主要的對象就是看一些不能夠 因為年紀大 身體可能就出出入入不太方便 我們主要去探訪一些行動比較不便的長者 雖然他們來不到教堂 但我們都可以藉著探訪的時候一起祈禱 都可以和我們一起感受到 我們在聖約室會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而我覺得這個溫暖正正就是 大聖約室提倡他自己很重視家人 以及他對一些比較有需要的人特別關顧 例如一些受難者、一些窮人 我覺得聖約室會在這方面就做得非常之好 說到我自己本人 其實我自己都很榮幸曾經在我還學習的階段 都曾經有幾次掌訪學金的領取 其實這一份的恩賜 就更加增加了我平時去學習的動力 在我學習的時間 其實都有一種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這一種的回饋其實可以反映在我日後的工作和有時在教堂的時候 在聖約室會有更多的資源和更多的知識可以回饋回會 我覺得這些都是聖約室會在這麼多年我參加以來 值得我們一起去實踐天主的說話 我們可以忠於天主 我覺得我們之後可以更加容納更多年輕的人 參加我們聖約室會 多些新免行 整個會又年輕化 好像VG所說 希望整個聖約室會都可以更加年輕 更加有活力 祝有各位 拜拜 好 我是聖約室會會員周苗兵 我是聖約室會會員吳永雄 我們今天能夠在主教座堂來分享聖約室會的一支點滴 我們在五十年前領受分配盛事的恩寵 加入了聖約室會 體驗到很多成長的得著和感受 我們已經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她們有自己的家庭 大家都能夠在這裡成長 就是有賴 在堂區裏面 我的女兒就參加了 小時候主日學 兒子就參加了複製會 她成長之後 再繼續為堂區服務做了複製和主日學的導師 我們感受到在這個大家庭裡成長的得著 我們每天能夠在這裡參加這個感恩聖祭 得到聖言的滋養 聖體的滋養 我們在生活中能夠生活出這個愛主愛人的精神 尤其是聖約室那份精神 她默默地接受了天主上志的安排 這份信德 我們真是值得我們學習 我們在過去的五十年 能夠為老人家、長者 做一些小小的服務 經常去探訪他們 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協助他們 例如他們需要覆診或者整牙 加上平時的日常需要 我們都會盡量配合他們的要求 感覺到大家庭那份的溫暖 那些長者又很疼我 當我像她的子女一樣 教我煲湯、煮食 到他們病了的時候 我們可以繼續去探訪去安慰他們 我們能夠學習到聖約室那份密密感 去接受天主上志的安排 人生裏面真是連不開生老病死 而我們怎樣去活出這份 真善美和愛呢 愛主愛人 真是需要天主的在右和祝福帶領 我們今天還可以為大家分享這個點滴 有賴天主的祝福 願天主永壽讚美 感謝主、讚美主 綠色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